书接上回,腔轻词倒是不以为意,没关系,那就随便聊聊好了。 他终于开口说了句完整的话,仍有些刚睡醒的感觉,换句话说,就是嗓子还没有彻底打开。 幸好是如此,声音也真实了不少。 作为一名鼓风翻唱,他对太有画面感的鼓风腔完全没有抵抗力。 如果回到现代,嗯,还能稍许淡定些。 他回了个,好的,大大,然后,就不知道聊什么了。 顾生从来不混圈,在二次元里,除了自己社团的兄弟姐妹,余下的只是偶尔被人勾打,去唱别人写好的一首歌。 当初之所以选择鼓风翻唱,没有做CV,就是因为觉得歌手不需要混圈,自己学学后期,就能玩得自得其乐。 但是,CV总不能自己和自己配戏吧? 所以很多CV都有自己的微信平台,各种应付自如。 歌手能说会到的很少。 顾生靠在沙发里,琢磨了半天,和大人适合聊什么话题。 大人没在忙? 嗯,在休息。 那,大人平时休息,都会做什么呢? 睡觉,枪倾瓷略微停顿,或者会去录音棚。 所以,头牌真的如传闻一样,还有非常忙碌的主业。 商配也只是,副业。 顾生对头牌的敬仰,又多了几分。 大人今天也会去录音棚。 嗯,也是游戏配音吗? 游戏和二次元的各个圈子是最常联手的。 不管是携手还是CV,包括大牌的古风歌手,也常被邀请去为游戏唱主题曲。 他记得,好像最近新出了一款游戏,三个圈子合作,携手助阵,CV和古风歌手做宣传片。 嗯,那么,大人都三年没有参加完美周年庆了,怎么今年就参加了呢? 今年刚好十年庆,枪倾瓷略微沉吟,完美十周年,我不太可能逃开。 难怪这次,他能会出现,十年庆可是大日子。 倒也是,那么,大人以后还会付出吗? 不会,他简单回答,这次十周年后,就彻底在网络封卖了。 好可惜,枪倾瓷此几年前就已经不接心,不作剧,不开生日专场。 这几年所有作品都是出自录音棚,全部是商业配音。 不过,就算是他当初再网配,也没配过几部戏, 朋友也就是最初网配还未流行时那些元老级的人物。 不熟的人,完全不熟,熟悉的人,都是好友,没有八卦。 或者说,没有人有料,去八卦他。 直接导致的结果是,顾生找不到话题聊天了, 他很了解枪倾瓷,是他究竟配了多少戏, 甚至每句经典台词都能备出。 但是,他也不了解他,作为一个真实的人, 他住在哪个城市,做什么职业,甚至是在工作还是读书, 他都一无所知。 他努力思考,下一个问题, 你的聊天,很像是访谈, 枪倾瓷很善意地纠正他。 哦,好像是, 顾生轻呼出口气,老实交代, 其实我不知道,大人喜欢聊什么。 我已经不在二次元很久了, 当做三次元的朋友,随便聊什么都可以。 嗯,那,大人吃饭了没有? 好吧,三次元的问题更没营养。 谁来告诉他,完全网上认识的两个人, 要怎么聊三次元? 他无意识发散意识, 慢慢地想起来,自己找枪倾瓷的初衷。 对了,大人,我想起来找你的事情了。 枪倾瓷的声音,有着笑, 不容易,说吧。 就是我觉得,可能因为大人帮忙我争取到了, 那个和各位大大合作翻唱的机会, 可能网上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传言, 顾生站在枪倾瓷拥护者的角度, 很认真地告诉他, 其实一开始我真的想得很简单, 能和那些大大合作, 应该是每个小透明的追求吧。 可是我怕,给大人带来不好的影响。 嗯,比如, 比如,掉坟, 比如,八卦满天飞, 嗯, 头牌似乎不太在乎。 过了会儿, 枪倾瓷发来了一段比较长的录音, 如果网络上的语言让你不开心了, 关上电脑, 他就什么都不是。 作为一名配音演员, 唯一值得在意的, 只有自己的作品。 除了作品, 别人说什么, 都和我没有关系。 这么解释起来, 立刻就让他觉得, 自己好小孩子脾气, 竟把网络的事情当真, 还唯恐给他带来不好影响。 哦, 不愧是枪倾瓷大人, 不过, 怎么成了大人在安慰自己? 头牌又发来了一条微信, 带着玩笑的声音, 问他, 我的回答还满意吗? 嗯, 那么, 声声, 枪倾瓷语音有效, 声音低下来, 你是不是欠了我什么? 哦, 有吗? 嗯, 好像真的有。 大人, 想听什么? 幸好还是下午, 家里没人。 我听绝美说, 你会乐器。 绝美, 那一定是更小幸说的了。 会一些, 小时候学了钢琴, 后来因为自己喜欢古风曲子, 就自学了古针和销, 顾声猜想枪倾瓷的意思, 大人想听我边弹边唱。 如果方便的话, 方便倒是方便, 就是怕发挥不好。 顾声犹豫了几秒, 还是答应下来。 他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搬出来, 把麦放在钢琴旁, 略微清了清嗓子, 带上耳机。 用打字给枪倾瓷的微信发了条, 我OK了, 大大来我房间吧。 他还没来得及发过去房间号, 枪倾瓷已经进来了。 没想到就来过一次, 头牌大人静还记得。 给房间上密码, 他这才清了清喉咙, 大人想听什么? 枪倾瓷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, 你习惯什么, 就是什么好了。 嗯, 弹我考社团时的歌吧, 没有词, 我哼唱好不好。 顾声记得那时候也是自弹自唱, 所以这首曲子记得清楚, 不用看乐谱, 呼吃, 有些紧张, 可能会弹错。 他清淡地嗡了声, 你的声音很好听, 很适合哼唱。 他脸热了热, 回忆了会儿, 开始了前奏。 这种钢琴伴奏并不用追求技巧, 只需要简简单单, 干干净净就好。 他轻轻哼着, 似乎隐约着, 听到枪倾瓷清淡地笑了声, 说出了曲名, 这首曲子叫敦煌。 作者有话要说, 敦煌这首曲子很好听, 推荐。 插入书签, 对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